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姐 刚刚刚平去山上摘了这个山档果 现在把它洗一下 然后等一下拿到楼上去切片晒干 等下留几个来煮那个山档糖 煮糖水吃 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太阳 那个屋这么久都没散 早上还剪了一点斩粒 这个叶子也可以泡茶和晒干 我不要加热茶 今天雾蒙蒙的那个雾水 那层雾还没消失 不知道会不会出太阳 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下雨热上那片就全部泡汤了 那边还没消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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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切上来很快就凉化了 一下就变颜色了 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 我已经切好了好晒 自己晒了吃得放心 他们都是自然量晒的 没有添加硬盒 那么淡补鸡啊 或者是炫耳硫磺啊都没有 就是这样晒干 一下子就变色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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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天就变色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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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了吗 虾子就变色了 有湯 甚至变色了 一些茄子对我们的茄子 不饮口的 把皮削好 然后用水泡一下 不然等一下 它一会儿就要氧化了 就变色了 不好看 不用削皮 有些人喜欢吃皮 就不用削 我就不喜欢吃皮 这个山寨果已经削好皮了 然后放一点点水 现在用高压锅把它煮 煮烂 给它压个半小时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再放糖进去